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李嘉雄 我們現在講到1999級 1999級是第15編地形象 不能忽遠地必有紀錄 那98級呢 剛剛錄的時候 因為網路也許錄太廣 大概是17秒 所以我把1899級補充 我們的額頁呢 腦部的額頁呢 在這樣的看法 就是腦部四大區 一個是額面 額頁的部分它最主要是控制我們的 認識 認識跟動作 控制動作 負責認識跟控制動作 所以它影響我們的智力 裝心程度、人和、食物跟情緒 所以當這額頁受傷的時候 我唯一共不良的時候 它臉就是臭臉 像豬肝臉 所以我35歲的時候 在中部腰圈交出跟看臂的時候 有一張相片 那就是豬肝臉 看起來像桃黃 再來就是頂頁 頂頁呢 這裡有個中央溝 前面是運動臉 後面是感覺臉 那這裡呢 它頂頁的部分呢 它跟我們的溫度感觸覺 感覺這些痛感味覺都很明顯 那整個頭臉部 這個頭臉部 頭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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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在這裡呢 可以看到 頭臉部也不會占整個身體比例的傷心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身體的 就是有九點身體 但是腦部有超過三肌的運動 鼻子會控制臉部感 就是這裡 有三肌控制臉部感的機會 所以臉部再到鼻子 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手 腳製到平肢體裡面 那鎮液呢 鎮液呢 它是我們跟聽樂上的關係 所以鎮液如果有鎮膝的時候 它本身呢 在視覺聽覺語言理解 在記憶語言基本上 如果一逆樂受傷 合同盤是受傷 在記憶語言去記憶就會有問題 那整液呢 跟視覺有關係 所以整液受傷的話 當時直接受傷 或不良的時候 它會對物體或文式或顏色的辨認有困難 所以我們在這個99 永遠利畢爾金融的時候 就是提兩個區 這四個區以外 這裡還有一個維克區 維尼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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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broker區區 這兩個區呢 都在優勢大腦 就在左側大腦 維尼克區 維尼克區 語言發展重要區塊 在左大腦是滅滅的後方 當點葉和整葉交接樹 在這個地方 那它負責口說語言 跟文字語言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有狀況的時候 它會感覺性私語 就是不懂別人的話 所以說不出有意義的視覺 那部落區在左側額葉這個地方 主管產生語言 所以讓人家講出話 寫出字句 所以這個地方有問題的時候 它語言產生就有困難 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個99集呢 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 謝謝